诸佛圣华先生生 诸佛提永归义 为文师修功德 为力有心愿成佛 首先 讲到 佛法的 修学体系 其实每一个中态 都是一个修学的体系 也都是一个修正的体系 比如天台中 是围绕着法华经而建立的一个修正的体系 参论中是围绕着佛罗经 而建立的修正形式 那我们现在学习的维世中 是 一句解身秘经 大家 维世中 他的一句经典 不只是解身秘经 维世中 有六经十一论 根据六经十一论 建立起来的一个修学体系 那么我昨天提出的这个 作为一个修学体系 修正体系 必须要具备了五个要素 这个是每一个中态 作为一个完整的中态 他必须要具备了要素 那么在修行上就会造成很难 那么关于这个道理呢 我在网络上也有一篇文章 叫佛教修学次第的思考 你们可以下去啊 可以找来好好的读一读 那你能做一些思考 这个 对我们 大家而言啊 会有很大的关注 因为 现在的很多人 修学佛法呢 学了很多年啊 很难难啊 原因就在于 他抓不住 佛法的要领 为什么抓不住佛法的要领呢 因为佛法太佛大了 因为佛法太佛大了 近年来啊 这种信仰市场的需要 也是代表着一种大众的需要 修学佛法呢 确实啊 需要有这样一个 我把它称为是什么啊 我把它称为是大众化的修学情绪 修学佛法需要一个大众化的修学情绪 其实道次地论建造的就是一个大众化的修学情绪 天才种好不好呢 华言种好不好呢 禅种好不好呢 格鲁派好不好呢 很多宗派当然都很好哦 但是对一般人有没有能力往上写啊 一般人 如果不是专业的出家人 他根本就是没有时间去写 即使是出家人 如果你没有人领导 或者你的程度不高 你还是写不上去 动不动的就要写上五年十年二十年 然后写了之后才知道 哦 佛法大概是怎么回事 是对广大的信众来头啊 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们汉藏佛教的弘扬来说 我们一样也是要 有一个 大众化的修学体系 所谓这个大众化的修学体系呢 其实也就是 要管这个 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重点 第一个 也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佛法的 科兴要素有哪几个 佛法到底有哪一些内容 你把它就能把它抱起来 规 发 听 戒 力 政见 直观 你不管学什么 这都是佛法最基本的五个要素 不管你是 学习任何一个中派啊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要围绕着这些要素来学习 万变不离其中 不管是写教 密教 大圣 小臣 解脱道 福大道 天台中 华言中 不管你学什么 但是这个都是合心要素啊 你学习任何中派 学习任何一部经典 最终的目的 都离不开这些合心要素 最终的目的 都是要帮助你 认识这些合心要素 那这是第一点是要素道的 可以大多数人来说啊 都是要素道的 这样呢我们对佛法呢 一方面我们能够抓住佛法的科心 完整 完整的内容 你知道的这个五大要素 你就不会偏执 你就不会片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有很多人 比如说 归一个之后 归完了你就完了 没有人管 有些人出家之后 怎么写啊 从哪里开始写啊 去写什么 后写什么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人他可能跟你某一个师父 或者某一个出家人 他给你讲一讲 你看一看 精干精吧 或者你念阿里陀佛吧 但是这个出家人 他只能告诉你他的 这是他的经验啊 他个人的修学经验啊 他也不懂他在进一步应该怎么做 所以往往写了写了 就会找不到北的 那如果即使写了再好一点的人啊 那可能就会偏执于这一块 比如擅长奥 他觉得这个就是擅长最好的 出来擅长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所以这就会造成 或者偏执 或者执见中态不见佛法 那么有的时候 可能会让你去看一部书 什么什么大惊大问的 那你根本就是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 根本就是很难看进去的 现在很多人通过网络自学 也是存在这个问题 东看一下 西看一下 就像掉到海洋里面去一样 根本就是东西南北的找不到 看了多少经论呢 怎么这个经论这样讲 那个经论那样讲 这个经论跟那个经论有什么关系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好像感觉佛法 好像有种矛盾 对立的地方 就是 就是一个次第的问题 这个修学佛法就是一个次第的问题 先写什么 后写什么 比如说 你第一步 应该要完成 写什么 要修什么 第二步 要写什么 修什么 第三步 要写什么 修什么 第四步要写什么 修什么 其实这个对很多学佛的人来说 都很有必要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话呢 那就会无所思虫 但也有很多人可能不按次第 不按次第也算是可怕的 不按次第要不就是修不上去 要不呢 就是修不起来 因为你没有基础啊 所以这个 这个次第 次第是蛮重要 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 我们提出了这个五个要素 就是第一个就是规 第二个就是发心 第三步就是戒律 第四步就是证件 第五步就是指观 当然指观 同时它又是落实到整个修行 规一发心 戒律 政界 都是要跟指观 挂钩的 其实哪一块的修行 也都离不开指观 那 这个是个次第 那明德次第之后呢 就是第三步就是实践的方法 比如说每一个步骤应该怎么样去实践 比如规应该怎么修 这会关系 举行完一个规的仪式就可以了 发心应该怎么花 发心的特征是什么 怎么样发起来 要花到什么程度才合格 为什么要花心 持戒 为什么要持戒 怎么持戒 持戒要持到什么程度啊 才比较标准 就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具体的 可操作性的 这样的一个指导的方案 这样的我们学的佛法的理论啊 它就不至于空路 所以这个三个 这个大动画的修理的脾气啊 它就记得有下的三个课程 所以作为我们 大家呢 我们这里因为我们有一部分 这个同学 我们研究所 这个刚刚进来的同学 在这个这个 在我们学习佛法之前啊 首先我们对佛法的 这个修学的脾气啊 先要有一个认识 当然对于我们义科班的同学来说 对这个大动画的修学脾气的认识 也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你们学过道师律论 但是我现在提出了这个大动画的修学脾气啊 更简明 更简明啊 其实这个 所以对大家来说 也是蛮重要的 我们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讲一讲就是 关于为师的见 为师证见 以及这个证见的 和这个维师证见在维师修学中的应用 因为 佛法呢 跟世间 的宗教 外道 最不共的地方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正现 因为佛法的核心是什么 佛陀的能格的核心是什么 佛陀的能格的核心是 佛陀是 我们说是卑制两种子 两种子 那么佛 佛是觉子的意思 智子的意思 也就是 也就是 觉悟的成就 智慧的成就 那么 事实上佛陀的慈悲的成就啊 佛陀的慈悲 其实各个宗教也都讲 各个宗教也都讲爱啊 也讲慈悲啊 你看 其他宗教也讲不爱 像世间上的人 他们也讲爱 但是把这种爱 把这种慈悲 变成没有难了 变成无限的 没有难了 变成没有无限的 这样的一种慈悲啊 事实上它是要以觉性为基础 它是要以空性见为基础 它是要以这种 智慧为基础 如果没有智慧为基础啊 没有空性的正见作为基础啊 那么这种慈悲 所以这种爱啊 永远都是有限的 甚至是有懒惰的 是有粘性的 因为它是建在黄古心的基础上 它是具有懒惰的 具有粘性的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慈悲的野蛮 它还是离开空性界 离不开空性界 那么我们学佛 我们学佛 我们学佛 我们学佛要干什么呢 我们学佛 要断环啊 我们学佛修行啊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要断除 我们生命中的 我们生命中的 环老 靠什么去断环啊 靠什么去断 靠无漏的智慧 它叫靠无漏的智慧 无漏的智慧 从哪里来的 那就是从正见来的 就叫无漏的智慧 事实上也就是空地正见 就是海外见 佛教里面讲的修行啊 从生文人的修行来说 它是 五分法生 五分法生啊 这个五分法生什么意思呢 就是戒病慧 解脱 解脱是戒 那么戒病慧又称为 三无漏学 三种成就无漏的学问 那么首先就不要持戒 然后就不要修定 从持戒 修定 然后到开发智慧 其实持戒 单纯的持戒啊 他只是一种 他虽然是解脱基础 但实际上他只是一种 人间的上方 如果不能 他不能成为这个 如果没有正见的话 没有正见作为指导啊 这个持戒往往就会成为一种 着向的持戒 如果着向的持戒啊 那么这个持戒的功德 最终只会使你啊 升天 那么修定呢 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定啊 其实主要是指 四肠八病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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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佛教与 外道共有的 佛教与外道共有的 佛教与外道共有的 也不是佛教与外道共有的 唯有这个正见啊 它才是佛法呢 最不够的 其实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 他的最大的贡献 就在于正见这一块 因为佛教对佛教的产生 佛教的产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们要知道佛教的产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佛教的产生是建立在印度 一部传统的文化宗教的土壤之上 佛陀说法呢 对谁讲啊 他肯定要对当时的那些印度的那些 有血有肉的人讲的 那么佛陀从他自己出家来过全来 也不是一出家就坐到佛提树下去 这个修行马上就夜走明星 不是这样子 在他修行的经历中 他也参缓了各种各样的外道 然后意识到他们的不究竟 然后最后才在菩提树下 才夜走明星 所以我在这个修学佛法的过程中 我发现呢 其实佛教跟印度传统的宗教啊 有着千丝万里的关系 佛教里面有一部分 观念 直接就是继承于印度的宗教 如果我们现在讲文威啊 讲业力啊 讲解脱啊 讲涅槃啊 其实印度的宗教都讲 不是佛教才讲的 但是有一点大家要知道 内行不一样哦 同样讲解脱 整个解脱 这个从整个解脱啊 到解脱的 到底解脱什么啊 都不一样 所以佛法对印度传统宗教 它采用的态度就是 有一部分东西是吸烧过来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改造 然后呢批判 吸烧改造批判 那么佛多最大的贡献在哪里 就在于正界 他用智慧进行写人的 他觉得有了有一定的合理性 他就具权下来 他觉得有一些啊 他根本就是错误了 比如说在印度的宗教里面 有很多迷惘的行为 比如说他们觉得这个恒河啊 你跳到恒河里面去洗一洗 就可以把醉叶洗干净了 所以这个印度现在还是这样子的 每年啊到一定 每年都有很多人到一定时候 会跳到这个恒河里 几千几万几十万 跳到恒河里面去洗澡啊 或者喝一点水啊 感觉就把夜战啊 就能抗肥了 佛多对这种东西 坚决的批判 那么还有呢 印度有很多这些法会 比如说他们就是祭司 他们很重视祭司 他们会杀了很多牛啊羊啊 哎 以为这样啊 最后就能到佛的福报啊 那么对这种经文 佛多也是坚决批判 那么还有一些行为呢 比如说我们 有没有学过 《上神经》 《上神经》里边啊 他讲到的有一个上神童子 他每天 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会跑到荒郊野外去 向中西南北上下 拜一拜 会拜六方啊 那么佛多说 我们佛教里面也有六方哦 而且我们的六方啊 我们的拜六方啊 是更有气体内洋 佛多就会把这个六方和这个 伦理结合起来 比如中方是代表着父母 或者西方是代表着师长 就是师父和徒弟的关系 而东方是代表着父母性和儿女的关系 这个 把这个六方 不以实际的伦理内涵 佛多会告诉他们 所谓你拜六方就是要处理好 比如说 父母跟子女的关系 这个 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信徒跟宗教师的关系 然后佛多因为这个道理呢 开示的上身心 开示的上身心 那么这个就是佛多对印度的传统的中药 它是有稀烧 但是呢 也改造 所以佛法的最大的不共的地方 它就在正见 那么这个正见呢 所以破剑 你破剑要可怕 你要破剑 破剑 你可能只是下地益 可是你要破了剑 那你还可以出来 那你要破了剑 那你也就完完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剑 正见 这是佛法呗 从整个佛法来说 它是佛法最特有的东西 那么 各个宗派 佛调的各个宗派 基本上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正见 比如说 我们讲一下佛涵的解脱道 它主要是无常的正见 无我的正见 通过这个正见 来帮助我们 去有这个开智慧 断环老 那 比如说 为世中有为世的中道见 中观中有中观中的中道见 天台中有天台中的见 华言中有华言中的见 其实每一个中泰的学习 比如说作为大神魔法来说 菩提经和菩萨戒 它是一个共同的基础 这是整个大神魔法的共同的基础 出离心 别解脱戒 就是整个解脱道修行的共同的基础 但是在戒上 像 每一个布派佛教 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那作为大神魔法来说 我们汉传有八个中派 它所持的这个见 都不太一样 像 汉传 隔鲁 鲁鲁 尼玛 沙迦 鲁 每一个派的见 也都有差别 也都有差别 所以这个见的这一块修学 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中派的修学 它是一个重点 也是一个最难的地方 通常说佛法 我们把佛法当作一个哲学体系 哲学体系 其实就是 通过这样一个哲学体系 最后帮助你活得一种 所谓见就是一种认识 就是对世界或者对人生 所活得的一种正确的观念和正确的认识 当然真正的见它不只是一种观念 而是通过这种观念 帮助你开化 内在的一种无漏的智慧 那才是真正的见 但是这种正确的见 见地啊 智慧的成就啊 它需要以外在的正确的认识作为基础 它要以正确的认识作为基础 那么为世中呢 他就是 为世中 他的特点就是为世见 为世中道正见 那么为世见 他主要是根据三性来见 为世的理论很多 这个内容很多啦 但事实上呢 主要就是 这个 能够 涵盖他的整个这个 修学体系呢 其实主要就是三性 我们大家知道三性 我们知道三性吧 大概会知道吧 就是便记 便记所实性 其他体性 原成实性 这个三性啊 这个三性啊 最能够涵盖 这个维持的理论 那么 那么甚至呢 这个 像太极大师啊 他用三性来 涵盖整个大成佛法 他觉得三性呢 你就可以涵盖整个大成佛法 那他怎么涵盖呢 他说 比如说维生中是有中 就是建议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啊 万有的现象 比如说新的现象啊 新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啊 以及我们内心的差别啊 以及这个世界的差别 它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比较测重于一他体像的说明 像中关中 中关中三论中啊 他就讲一切都是空 一切都是无自信啊 那么太极大师认为 这个是比较测重于便记所致 因为他要空呢 其实是便记所致 不是别的东西 自信 所以三论中 他是立足于便记所致来立论 所以他讲一切都是空 一切都是没有自信 一切都是没有自信 那么 这个 还有像这些人言经啊 认邪经啊 这一系列的经典啊 他只要是立足于原诚实性 讲有一个真实 他只要是讲这个 讲空性 讲真实 讲我们的这个真心 讲空性 这个是立足于原诚实性来立论 所以这个 维世的这个三性的内容呢 三性 它的涵盖面非常滑 它的涵盖面非常滑 那么维世中呢 它就是根据这个三性啊 来建立维世的中道 维世的中道 那么第一个就是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 这个认识的次第啊 来说明这个三性的内容 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就是 一他起相 在三性里面 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内容是 一他起相 一他起信 也叫一他起相 在这里相和信啊 其实它的内容是一样的 这个一他起 这个一他起 维世中讲一他起 这个一他起 其实也就是 像中方讲原起 原起 一他就是 其类条件 而产生的 当然 这个维世中讲这个原起啊 他讲一他起啊 他跟一般中他讲原起啊 他跟一般中他讲原起啊 还是有所不同 因为维世中呢 他讲到这个音的问题呢 特定呢 他主要是指种子 主要指种子 种子为音 然后呢 通过这个种子的显现啊 然后 然后 然后产生啊 这个人生的一切 人生 人生的一切 所以这个一他起呢 这个音呢 它是有一定的 特定的内涵 这个特定的内涵 就是种子 那么其他的中太讲这个 这个一他起啊 讲这个原起啊 没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 没有这样的一些 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内涵 那我们讲到这个一他起像 一他起像 也就是指我们的 从内在的身心 外在的世界 这一切的显现 这一切的存在 这一切的存在 这是一他起 我们内在的身心 身 心灵 心灵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体型动物 身体 我们的身体 的存在 嗯 然后呢 一直到我们的世界 这个世界每一个事物的存在 每一个现象的存在 它就是一种 它怎么场合呢 那么在其他中太里面讲 人体的 那如果在 维世宗里面呢 那就是 一他起 那么从这个 整个世界来说 从整个世界来说 每一个人啊 可能都会觉得 自己是 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啊 似乎都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一分子 因为如果从整个世界 整个宇宙来说 是不是这样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你在这个世界 就像说一个虫 一个蚂蚁 或者一只跳蚤 一只蚕蚓 一只蚕蚓 在这个 在这个大神世界里边啊 在这个整个 十方无尽的世界里边啊 这样一个生命体 它是不是 似乎显得微不足道 但是 如果作为一个 每一个生命的个体来说 如果我们作为每一个生命的个体来说 每一个生命 都是一个世界 每一个生命啊 都是一个世界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世界 不只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世界 哪怕是 苍蝇 跳蚤 蚂蚁 蚕蚁 蚕蚁 他们都有他们的一个世界 你们说是不是啊 啊 每一个生命都有他自己的一个世界 那么作为每一个生命的存在来说 在他的世界里边 他的世界的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每一个生命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是不是啊 啊 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出家 而有的人为什么不选择出家 这个跟我们的心是有关系的 你为什么 看到这个人喜欢 看到那个人讨厌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 为什么有的人是你喜欢的 有的人是你讨厌的 就是这跟我们的心是有关系的 我们的所有的选择 其实每一个人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一直在选择 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选择 我们的所有的选择体决于什么 体决于我们的心 体决于我们的观念 那么同样的我们生活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世界里 我们有自己的好物 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 哎 那么这种好物和价值观又是什么 它是我们的心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能力 信息 爱好 那么这种信息爱好能力又是体决于什么 是什么东西啊 是什么东西啊 实质上是什么东西啊 还是我们的心理活动 我们有的人长得慈眉山路的 有的人长得很凶 哎 各种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长相 其实这个跟心也有关系哦 啊 所以我们要记住 我们的世界的核心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都有一个世界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世界 而我们的世界的核心 那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只有了解了我们的心 我们才能了解我们的世界 哎 所以外在的世界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 至上都是我们的心给它规定的 哎 这种思想其实在西班哲学里面也有 你看有没有哲学他说什么 人是万物的死度 那边有类似的说法 其实世界是人给它规定的 哎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在这个世界里面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里面 我们的心是核心 所以我们要要了解我们 我们的心 我们到底有哪一些心 哎 我们到底有哪一些心 那这就是 就是我们有哪一些心 也就意味着我们有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有什么样的心 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 所以我们要想我们的 我们的我们的 我们就要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啊 我们就要了解我们的心 那我们的心呢 在维持中里面讲的很清楚了 那就是 八十五十一种心 我们有这个 我们有我们的心 在佛教里面把它分为 心的王和心所 心王也就是心的主体 心所也就是心灵活动 然后在这个心的主体的这一块呢 佛教里面把它分为 有八种 这个八种呢就是 眼睛 眼睛跟眼睛有关系的眼识 还有跟耳朵有关系的耳识 跟鼻子有关系的鼻识 跟舌头有关系的舌识 还有跟身体有关系的小生识 这个前五种啊 在论识上它是最很单纯的 所以称为前五识 那还有呢就是第六意识 就是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面 它是最活跃的 它是决定我们的 基本上是决定我们的一切命运 和所作所为的 那就是第六意识的作用 那么这个前六识啊 其实呢 除了佛法 除了为世宗以外 像小政府佛教啊 还有呢 世间上的哲学啊 心理学啊 都能讲到 为什么都能讲到呢 因为它是属于意识的幻草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意识到的 这是 这是属于前六识 那么除了前六识以外 还有第七识 第八识 第七识叫做莫拿识 第八识叫做巴拉耶识 那么这个两种呢 这两种识是我们意识不到了 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前意识 嗯 用前一识 那么第七识 其实它主要是属于一种 这个我们这个 团扶的人格形成的基础 我们之所以是团扶 其实这个跟第七识有关系 哎 因为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 在我们的 这个心灵世界里边 造成我们传乎的 一种潜在的力量 就是不共无名 这个不共无名啊 它从无始以来 这个都在作用 那么它的相应心也就是莫拿识 所以莫拿识啊 它是属于我们环夫的人格的 形成的基础 那还有一种就是 第八阿拉耶识 第八阿拉耶识 是 我们之所以是有情而不是无情 也就是因为我们是阿拉耶识 我们既有阿拉耶识 如果我们既有阿拉耶识呢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尸体哦 那就是无情啊 所以有这样的八种识 那八种识 那八种识 每一种识在活动的时候 还有相应的心灵 在维持中里面 它极了一个秉义啊 就像 八种识就像 新王 新王就像国王 一样 就像主人一样 那么国王的出动 它肯定有一些 辅助的 陈处 所以新所啊 就是属于 配合新王活动的 各种心理活动 也就是每一种新王的活动 它都有相应的心理活动 配合 来帮助它完成一种 这个 来完成 来帮助它完成一种 清理过程啊 那么这个一共就是五十一种新所 这个五十一种新所 我带助它来归纳一下 都没有几种类型 比如说第一种呢 基本上第一类 基本上是属于一种 普通的心理 普通心理也就是心理学上 都会讲到的 这样的一类型 那么第二类呢 基本上是属于一种 伦理式的心理 比如说一个人 一个道德的产生呢 它的批理基础是什么 还有呢 就是罪恶的产生呢 犯罪的现象的产生呢 它的批理基础是什么 因为佛法的讲心理 毕竟还是要为修行服务的 所以它比较重视这个 这个心理的 就是伦理的心理基础 那么还有一类呢 就是属于指观实践的心理 这是我所讲的 佛教讲心理学里面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在修起指观的过程中 有哪一些是阻碍残忧的心理 有哪一些呢 是你在残忧的过程中 必须要培养 以及能够产生的一些心理过程 那么这些心锁 就是清理活动 就是 就是我们就是拥有这些心 我们拥有的就是心 所以我现在 在平常给大家讲开示的时候啊 我经常会说到的 一句话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个人 我们拥有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是观念 一个是心态 能够代表着你这是什么 事实上就是观念和心态 等于你拥有什么样的心 心理 你拥有什么样的心理 你就是什么 佛菩萨为什么要求佛菩萨 就是因为它既有佛菩萨的心理 我们为什么是凡夫 你说我们为什么是凡夫 也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凡夫心 是不是啊 我们为什么是凡夫 你说那个坏人为什么是坏他呀 那就是因为他有一颗很坏很坏的心 生病想害别的那个心 所以他就成了坏人了 你说那个人是好人很善良 他为什么说他很善良啊 他无外乎就是他有一个善良的心嘛 我们说某一个人很能干 他为什么很能干 能干就是他有一颗很能干的心 事实上他就是这种能力 他的心已经培养了这种能力 所以他很能干 我们说这个人修行修得很好啊 其实也是一种心理啊 我说没有修这个人很懈怠 在化命 懒惰 懒惰 懒惰就是一种懒惰的心理嘛 是不是啊 就是 就是了解我们拥有哪一些心 我们 我们的世界是建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的基础上 我们的世界的最核心的内容是我们的心 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心 决定的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世界 这是我们这个要了解的 快点 vídeos mutual素听 測工